好 这是担心在出现国民党内部也拒绝背书的情形 所以这次的新版本的详细内容 就连国民党今天参加讨论的立委 一个字也都不愿意对外说明 虽然说卫生署长杨志良说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不过有国民党的立委就很不以为然 二代健保新版本还没出炉 14号中午由行政院召集的新版本协商会 连在野党都很好奇 到底卫生署的新版本大家找出共识了没 上台被群的杨志良对着台下也有去参加会议的立委信心喊话 但协商会议结束后为避免新版本消息走漏 余会立委统统统背下风火令 一个字都不能透露 但明明署长台上才说有共识 台下立委的反应却是没那回事 杨署长的看法是有共识了 很多委员还是有意见 然后大家请他再去调整一下 线索的部分还是加户部分吗 这个我不讲了好不好 涉及内容我们就不讲 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已经有共识 那就应该赶快告诉大家 不要一副再搞神秘的样子 就怕来英立委又想起好当天 让二代健保修法在国会重演振前倒戈的戏码 行政院长吴敦义也出来缓夹 说国会立委有意见 行政部门就不能一意孤行 卫生署强调健保的费率费机整理最大 但绝不是原来一代健保的模式 只是新版本还要再瞧一瞧 原本表定14号要三读 也得再缓一缓 预计17号之前 再送到国民党党团大会做确认 而来英立委能否妥协 也将是二代健保能否过关的关键 接下来小朋友组台北报道